我刚刚收到邮件 移民局已经把我的绿卡发出来了 好像是在两天前吧 我现在有点想激动 我想去邮箱里面看一看 有没有来 希望来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希望邮局投递的快一点 OK 跟我一起吧 我还揣着激动的心情 从2016年等到现在 花了不少钱 填了不少单子 到了 OK 就是我的 那也不想再继续吧 小布 My green card Lica na na la 有 OK 继续后吗 我爸 阿里克说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佳佳 我又回来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如何拿到绿卡的 很fresh哦 就是刚拿到一个是绿卡 一个是公卡 公卡是前两个月拿到的 然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激动 真的很像现在就回国 因为我真的是等了好久 所以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可以可能提供一些信息 或者是告诉一些大家我的经历 我是怎么拿到绿卡的 我希望这个视频呢 可以对你有帮助 第一呢 我先自己讲一下我自己的情况 因为可能 有些人跟我的情况是一样 但是有的人可能跟我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那我在十年前我来到美国 我是以J1的签证过来的 就是访问学者 那当时是跟着一个颜科教授 李老师 然后他把我带到了美国 那所以呢 我一开始是拿着访问学者 这样子的一个签证过来 那访问学者J1这个签证呢 如果你也是拿这个签证过来的话 记得在签证过期之前 你一定要去大使馆申请weaver 就是豁免 如果你没有拿国家的基金 或者就是说你没有拿政府 或者是你工作单位的钱出国 就是公费出国的话 那办weaver的话很快就下来了 那就是说可以豁免 你以后要回国两年为国家 那就是说在服务或者之类 或者是在为工作单位继续在服务 两年之后 你才能再次出国 那这个weaver也非常重要 那如果当然 如果你是拿这万签证过来 但是你要回国发展的话 那就不用申请weaver 那就是我自己是在一年多来美国之后 我就自己去大使馆申请weaver 那拿到weaver了之后呢 我才可以申请工作签证 那当时两年以后呢 加入了高老师实验室 那那个时候 UMAS就帮我办了H1B 那就是在这里的工作签证 那我记得我是在来美国之后半年 我回过一趟国 然后在我拿工作签证的时候 我回过一次国 那之后呢 我就再也没有回国 那其实我可以解释这一点 为什么我很长时间都不能回国 第一大家知道就是 我是从昆明出来的 那每次我如果是去美国 我的护照上需要有一个签证的 一个小就是小贴纸 就是像sticker一样的 那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经常只有一年有效 当时我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都是工作签证 然后我出来的那个工作签证 就是只是一年 那每次我回国 我都要去成都美国理事馆 然后去重新申请 重新办这个签证 就是再贴一张纸 在我的护照上 那第二点是因为我从事的这个行业呢 是比较敏感的 那它可能涉及到很多专利 或者是涉及到很多高阶间的研究 或者是有些数据 或者是就是这个领域 我在这里做这些事情 那会不会泄楼出去 或者就是说是 我会不会是什么spy啊 或者之类的 那我每次到成都领事馆的时候 都要经过很严格的背景审查 或者就是有的时候他们会潜入 比如说我的邮箱啊 或者是看一下 我有没有做就是不好的事情 那所以这个背景调查 一般会10天到21天不等 那一调查就是一个月就过去了 所以我第一次 我看第二次回国的时候 我再重新到了成都领事馆 重新办签证 然后当时很不巧的时候 是遇到了美国政府大罢工 那所以美国领事馆当时也是 就是说是好像是不work 所以我第二次回国的时候 我在国内停滞了两个月 然后才能回美国 那当时其实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但对于我来说 我很开心了 我可以在家里面 多陪陪一下父母 或者是多待一下 那我自己觉得很开心 但是作为一个老板 那如果你在这个岗位上 你消失了三周 都没有任何事发生 其实那就说明 是不是你不那么被需要了 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如果是作为一个雇主的话 他是不希望自己的员工 两个月回不来 那所以 当我就是说 发生过上次的这件事的时候 我 我心里面就想 我应该是要拿到绿卡了之后 才能回去 那就不能有这个 怎么说呢 贪这个风险吧 而且有的时候 政治格局有的也不一样 难说回去了 回不来了 那我就丢了工作了 这也是一个原因 我为什么八年都没有回国 那我真的是很想念家人 很想念我的同学和朋友 那关于绿卡呢 就是我拿到工作签证之后 我就开始马上着手办绿卡 那当然不是说是我想办就办 那我会在下一个话题里面解释 为什么不是想办就办 直接就要申请了 不是那么容易 那除了像我自己的情况 我是J1到H1B 访问学生 到工作签证 然后申请绿卡 那身边的朋友呢 可能你们是学生 你们会从F1学生签证 然后OPT OPT是一个 我也不知道中文是叫什么 就是他是从学生出来了之后 他到工资 可能有一到两年的一个 可能实习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在这个OPT阶段呢 如果你被雇主雇佣了 那雇主就可以给你H1B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方式 从学生转到工作签证 然后再申请绿卡 那如果是像其他国家 或者是不用等排期的 那他就可以直接 他很优秀 外加很优秀 他在他的OPT 就是实施的这个时间段 他就可以申请绿卡 那当然就是他要非常非常的优秀 他有自己的文章 并且符合各种申请绿卡的条件 OK 那么现在我来讲一下 我申请绿卡的条件 那第一我是作为一个 就是医疗方面 或者是生活工程方面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去申请绿卡的 那他会 我只熟悉有两种 其他的我就不熟悉 像结婚的什么绿卡呀 或者投资的什么绿卡呀 我就会在这个视频里面说 因为我身边的人 好像基本上没有这样子的 那工作申请的绿卡货 它有两种 第一是EB1 那就是杰出人才 这个绿卡类型呢 就是你真的是发的nature 然后sell 然后你在工作的岗位上 也是非常牛的人 就比如说你是professor 然后像教授啊 助理教授啊 这样子的级别的话 学校会为你办这个绿卡 然后一般就是走EB1 杰出人才 或者是你发了非常好的文章 然后你非常的有名 你做出了很多贡献 那EB1就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大概申请了之后呢 半年之后就可以拿到绿卡 那么像我呢 我不是属于那种顶尖优秀的人 我也不是什么教授 然后我就属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啊 那我办的就是EB2 EB2呢它是属于 我是属于NIW这个类型 那我是自己为自己办绿卡的 我没有任何人就是sponsor我 或者是支持我 那就是全靠我自己本身 那就觉得就满足了去申请 这个种类绿卡的123456点 那我才开始申请的 那这个类型的绿卡 或者是申请过程 一般会需要4到8年 那因为是中国人 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人 都在我之前提交了申请 所以呢 就打个比方 美国给所有国家的绿卡 那就一年打个比方 1000个为所有的国家 那每个国家都是平均分的 那OK 英国100个 法国100个 中国100个 或者其他新加坡100个 那中国人呢非常优秀 他们申请绿卡 就申请的非常非常多 那名额就被 可能很多年前就被占了 那申请EB2 这个渠道的人 叫等啊等啊 然后等到 到你名额了 你才能 就是说是转身份 你才能拿到自己的绿卡 那我还想提一下 就是说 绿卡对于我 意味着什么 因为很多人就说 你为什么要等那个绿卡啊 干嘛要它呀 或者是说 那么值得吗 然后你中部回顾看看吗 之类的 经常就是有朋友这样子问我 那我就想说 其实拿绿卡 第一是意味着一个自由 那自由有分两种 第一就是我的出入境自由 那我有了绿卡之后 我每次回国 我都不用去成都领事馆 或者是北京领事馆 或者是上海领事馆 再去申请 就是贴在护照上的那个 美国签证的单子 因为每次去 第一要提到申请 第二你要提交申请资料吧 要准备很多的 就是职制的东西 然后呢 你还要自己亲自去领事馆排队 去接受就是 他们领事馆人员的一个面试 然后再看一下你的申请资料 那像我刚才说的 我因为我工作比较敏感的这个领域 所以我就会被背景调查 那其他的人的话 那可能很简单的背景的话 那就哎 那是通过的比较顺一点 好 那这是一个就是出入境的 然后第二个是工作选择自由 那因为我的工作签证 是由我现在的就是UMAS这个学校 发给我的 那如果我要到另外的 不管是公司 或者是其他的大学 再继续我自己的工作的话 那我就需要由其他大学 或者是其他公司 给我发一个offer 然后那个offer呢 还要就是说 嗯跟移民局 然后他们要再交一份钱 然后再出一份 这个工作签证的一个邀请 那我才可以去 那好几年前 其实中国人在美国拿工作签证 很多地方都是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难 他要数抽签呢 或者就是说是 不一样的形式 就搞得雇主 他就愿意只是雇佣 美国当地的人 或者就是说比较方便的人 已经拿了绿卡的人 那对于像我们这样子的 应该是非常难 也很难找到工作 那所以呢 如果有了绿卡 我真的是想换到哪 就换到哪 我想做什么工作的话 就不会有限制 所以绿卡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回中国 买美国 都创通无助 我什么时候以后想回国了 我都可以就直接回去 然后再回来 意义重担 好 然后现在我就一步一步的 教你们我是如何开始 如何申请绿卡的 那第一 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好的律师 那在美国的律师费 有南北或者是东西 可能价格都不一样 那如果我在这 我现在在马州北边 那一般的律师费 这边的要价一开始 就是一万美金 非常非常的贵 那还好呢 当时我有个朋友 他就在 Industry工作 那他办的绿卡的律师 他就分享给我了联系方式 那我也会在 在影片的下方 我会把他们的律师事务所 名字 还有联系方式给你们 那律师事务所的名字 叫牛伟明 然后我的律师呢 是蔡茫茫 然后非常好记得一个名字 那他们的 律师事务所在YouTube上 也有他们自己的频道 他的地址呢 是在 我记得是在Texas 就是德州 那他在南部的话 他们的价格会被北部的 就非常便宜一半 当时 因为是朋友推荐的 他可能给了我一个优惠价 是5000美金 所以就便宜了一半 而且呢 他们做事 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所以我真的是 推荐你们去找他 那当时呢 是2015年 我就联系上了蔡茫茫律师 那蔡律师呢 他就给了我一张表 就是帮我评估一下 我就是 到不到的答 那个 A Qualified 这个 EB2 NIW的这个选项 因为他给了我一个list 他就说 你要满足下面这几条 那你才可以 就是说是提交申请 要不然就白花钱 或者是也不会申请过 OK 那 表中呢 就会有这样 我当时 我记得是 2015年 但是我2016年 我才满足了各种条件 原因是我的 文章的引用率 没有达到100 所以呢 这个文章的引用率 你知道不是 我自己 可以 就是 或者是我自己 可以改变的 因为这个引用 只能说是我发的文章 被其他人 诶 引用到了他们的文章里面的话 我的这个 诶 数值才会往上涨 所以 它不取决于我 而是取决于其他人 所以呢 这个真的是等了一段时间 差不多等了一年 然后我的文章的引用率 或者就是说 文章发的越来越多的话 那被引用的这个基础 会一直往上涨 所以 这个是一点好 那 我看所有的list 有这样子 第一 要五封推荐信 然后最好是 不是来自同一个学校 不是来自 所有都不是来自你们的实验室的 然后第二是个人简历 第三是cover letter 然后这个cover letter 就是要自己 把自己销售出去的一篇文章 那当时呢 是蔡律师 他帮我润搜了我整个cover letter 但是我读了 我的这封就是说是cover letter 之后都觉得 哇这是我吗 哇夸的都不像我 夸的可好了 然后反正就是 这个文章就是要把你 你的贡献 你所做的事情 销售的 或者是marketing的很好 就觉得 美国需要你这样子的人才 你这样的人才 不能走 就要有这个感觉 然后这个cover letter 就是很成功的 然后蔡律师他们做的 真的是非常好 我觉得我读了那封信 我就觉得 哇我有这么优秀吗 OK好 那是cover letter 然后第二就是发表的文章 然后还有 你平时需要去审稿 就比如说其他的杂志 如果他们发邮件给你 然后他们需要审稿人 你也要就是说帮忙审稿 你是帮哪家杂志审得稿 然后你帮的是哪个课题 审得稿那篇文章 然后你也要有一个list 这个也算 然后还有其他的就是 参加会议的次数 还有比如说你在这个会议上 你是有演讲吗 你是有talk吗 还是你是有poster 然后你在那就是说是 讲了你自己的课题 那当时我很幸运的是 我记得是好几年前 在今天治疗大会上 我有一个poster 那那个也算 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文章 引用率 那这个就是真的不取 于我自己 我自己努力 我也要等 就是要等其他人来应用我的文章 那如果是你发了一篇非常值得 大家去阅读非常 就是给人家有一个标杆的 那样子的一个文章的话 那你的引用率会 应该是走得很快 那我很幸运 就是我们实验室的 各种博士后 然后周里教授 教授他们发的文章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文章 那我的名字也带在里面的话 我真的是跟着他们沾光了 所以呢我的引用率 算是走得很快的 那2015年我联系的率是 2016年我的引用率就达到了要求 那当时2016年四五月份 那蔡律师就开始 你我所有的申请资料 那在当年的7月份 就把资料递出去了 那一个月之后 我就拿到了我的140的这张表 的Approve 就是你通过了 我们接受为你办绿卡 那现在我来说一下 什么是I140表 I140表的话 是申请绿卡的第一步 那这张表就是简单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 你通过了 我们美国愿意给你发利款 但是你需要再等一等 需要再调整身份 那就是第二步 那I140第一 费用 律师费我花了5000美金 那是2016年的价格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 然后各种学位证 出身证 公证书翻译 总共我花了可能300多美金 那再加上申请费本身是580美金 那是由我们自己出的 不是由律师事务所出的 有邮寄 还有很多其他的杂费 100多美金 那就是加上来了之后 如果你申请第一步 I140这张表的话 你最好准备6000到7000美金 很花钱的办绿卡 好 那经过漫长的等待了之后呢 因为中国人申请绿卡是需要排期的 那排期他会有两张表 就会告诉你 你的这个申请类型 就比如说我的是EB2 你的A表和B表的时间 是到哪里了 每个月他都会移民局 会发给一个通知 那我呢 一开始我要看B表 那我就看到B表的这个数字 如果通过了我的I140的 Proof的那个Date 就比如我的Priority Date 是8月1号2016年 那我就看这个B表 直到他过了2016年的8月1号 那就意味着 我可以提交我的第二步申请 第二步申请叫转换身份 那这张表呢 是I4855 然后呢 这是很重要的第二步 那过了这个第二步呢 就其实也快了 那就是在漫长的等待 我一共等待了三年 我是算非常幸运的 因为我有很多的同事或者朋友 他们等到四年五年的都有 而且当我在提交我的第一张表 I140的时候 审核的时间非常短 我7月份交上去的 我8月1号他就通过了 那很多人呢 他有的是等了三个月 有的是等了半年的都有 所以当时我同事看到了我的这个 就是说 怎么那么快就批准了 然后我也觉得 我是不是很幸运 就是说 可能是蔡律师写的cover letter 实在是写的太好了 就是美国非要我不可 那种感觉 所以我的批准时间是 还是算非常短的 OK 那2019年 我7月3号提交了三份表格 分别是 I485是调整身份 I765它是公卡 公卡的意思就是说 你拿到这张卡了之后 像这个 这张就是公卡 然后你拿到这张卡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随意换你的雇主 好 第三张表格是 I131 这张表格他们统称回乡镇 就等于说 你如果通过了申请的话 你可以凭着这张证书 然后就出入 就回国 或者是回来 所以在7月3号的时候 我提交了这三张表 记住一起提交的话 回乡证和公卡是属于免费的 跟140一起提交 那如果后面 你才单独提交的话 是另存价钱的 OK 那这三张表呢 一共是花了我1225美金 再加上邮寄费啊 照片费啊 一共是100多美金 总总共共就是1325美金 第二步 然后 如果你是需要律师 帮你做这一步的话 那是另存价钱 那当时蔡律师是3000美金 帮你提交这份申请 然后我自己是自己做的 其实填的时候 非常的焦虑 我觉得我会不会填错 然后觉也睡不着 然后 但是这还是通过了 很开心 省了钱 OK 那调整身份的这张表 是2019年7月份提交的 然后在2019年的9月份 我就收到两张表 那一张表就是说 我的公卡 Approve 申请成功 回乡证 申请成功 然后他们给我发了 像这样子的很多表 像我的这个folder里面 真的是千百张 就是各种移民局发来的各种信啊 然后各种签证类型啊 申请表格呀 然后各种都在 这一点都是 那9月份 我就收到通知 通过了 11月份呢 我就觉得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吧 然后去做一个体检 因为去移民局 好像就是当你面试 或者是搭指纹 这样一步的话 你还需要提交体检报告 那这个体检中心呢 也是移民局 它自己认可的 你要自己上网去查 哪个体检中心是被proof的 还是在那个体检中心 你才能提交移民局的这个文档 那11月份 我就做了这个体检 当时费用是花了500多美金 如果大家 嗯 记得在体检的之前呢 注意把自己的各种疫苗都打全了 因为 如果是到体检中心 你要另重打疫苗的话 那就是需要另重加钱 可能就是100 200 300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数字 那我自己 是之前我把疫苗啊 这些我都打得很好 然后我也没有缺什么 那体检费那就是将近500美金 啊 OK 又花了很多钱 哈哈 好那体检完了呢 然后就在一直很焦虑的等待 因为 大家的时间的话 那差不多 你拿到 比如说公卡呀 或者就是说是回乡证啊 那其实就是等拿绿卡 也差不多 哎 不会那么远了 那2020年的年初呢 疫情就爆发了 所有的事情都 全部全部的延迟 那比如说移民局上班的人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或者是 国家政府 嗯 把很多人 就裁员的裁员 所以很多事情 就很多很多的延期了 就无限制的 你也就是很绝望的 就在绝望中 拜拜 嗯 也希望大家在 申请绿卡 或者是申请公卡的时候 自己去就是 跟踪一下 或者就是说是 跟进一下 到底是在哪个步骤了 然后 有的时候可能 人马都会犯错 啊 他们有的时候也可能 哎 你已经 记丢了呀 或者是不知道 你怎么就停滞了 你的这个case 所以不断的打电话去 所以不断的不断的打 我起码打过10个以上 给移民局电话 然后有的时候 在工作的时候 就一直等啊 等电话 然后等人家接 半小时 40分钟 一直都在等 但是这个真的是值得的 应该打电话 就打电话 嗯 等你就是说是 到了后期的时候 你就要看自己的A表 那如果是时间 已经 就是过了 你当时的priority date 记得 我这是8月1号2016年 那如果是A表的排期 通过那个时间的话 那就说明移民局 已经开始正式的 把这个东西 要寄出来给你 或者是要发放给你了 那如果 还是很久都没有得到消息的话 是可以写邮件 给麻州的议员去催的 在我还没有催的时候 我很幸运 我就拿到了我的绿卡 我真的是在这一路上 从2016年到2021年 5年的时间 不到5年吧 4年半的时间 等到了绿卡 那相比于我认识的 有的人 他们真的是在等绿卡的路上 是6到8年 那当然有的很优秀的人的话 不用那么长时间 那就是半年 或者是结婚 的拿绿卡也非常很快 但是就是说 我自己的话 就是拿绿卡 是这样子的经历 那么到现在 我又面临一种心情 就是我虽然拿到绿卡了 但是在疫情的这个情况下 我也很难回国 那我也不知道在看视频的小朋友 有没有最近回国的 你们是怎么回国的 那你如果是要再返回美国来的话 你们是需要在第三国 在就是自己 quarantine 14天吗 还是怎么办 因为我自己的话是 真的真的很想回去 那我的假期的话 就只有一个月 那我不希望我回去的这个月 两周在酒店 两周在第三国家 然后就是 quarantine 就是要自己隔离 那我真的是 非常希望 大家跟我分享一下工业 如果你自己回国的话 那我很希望 4月底 或者是5月份的时候 回国 因为我6月份即将接受 我新的工作机会 是在佛罗里达 我真的就想在 接受工作之前 可以回国 因为我如果是 在新的岗位上才进去 我就告诉我的老板 哎呀 哈喽 我要去回家了 两周到三周 那我老板都被气炸了吧 我觉得 那所以 我需要大家的帮忙 如果你真的知道 如果回去比较方便的话 一定告诉我 要做哪个航班 然后 需要哪些步骤 然后 检测 双音检测的话 是不是需要24小时之内 可不可以 不坐直达飞机 或者是可以 转移仗或者之类的 因为直达飞机的票 真的是非常难买 所以 谢谢大家 OK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然后 希望你也可以学到 东西 然后 如果你有什么 需要留言 或者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也可以留言 OK Bye